各位同学啊 不叫应该叫各位朋友啊 这个我们正常开始中午吹牛逼 今天是2020年3月24号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啊 就叫中国人本来很聪明 我说了啊 我很多语音聊天 有时候那个标题是文不对题的啊 为了吸眼球也好啊 造成某种效应也好 总而言之啊 大家不要太计较 为什么叫这个话题呢 因为前两天给大家吹过 比特币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币 但是比特币的发明人叫钟本聪 那钟本聪是谁 现在据说是都不知道啊 我不太相信不知道 但是钟本聪我们给他扩展开来 就是中国人本来很聪明的意思 对不对 我们吹着牛逼呢 首先稍微的讲一下啊 我普拉索肯目前是遍布全世界一百七十多个国家 那么我们的会员 啊不 我们的用户啊 遍布了一百七十多个国家啊 那么今天就不能 虽然绝大多数是中国人啊 我们群里面绝大多数是中国人 我本人也是中国国籍啊 但是呢 有很多海外友人啊 比方说我们的群里也有韩国的 有日本的 还有马来的 泰国的啊 甚至有欧洲啊 比较德国法国的等等等等啊 我们中国人吹牛逼呢 我们尽可能的吹自己的牛逼啊 不会伤害我们互相之间的国际主义友好感情的啊 就是说我们觉得中国人聪明了就说你不聪明了 这我们我们习总经常说的各美其美啊 其实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优秀的地方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优点 是吧 那中国人啊 你如果单纯从智商上呢 是啊 世界比较公认的 但是你要说什么叫聪明呢 就见仁见智了啊 有的人把小聪明也当聪明 把鸡嘴也当聪明 把狡猾也当聪明 有的中国人啊 普遍呢 是比较聪明 但是有些人是过度聪明啊 有句话叫机关算尽太聪明 反悟了亲亲性命啊 这种人也不少的 起个头啊 就起个 但实际上他还讲的跟我们数字货币的啊 因为这个中国人 本来很聪明 能说成三个字叫中本聪 那我们不是说中本聪 中国人 中国从中本聪 大概率不是中国人啊 他是哪个人不重要 他创造了比特币 比特币是个国际主义的产品 也是个理想主义的产品 那么之所以这个事 为什么重点要讲中国呢 我们知道普拉索肯目前的从128到现在发生的事都是跟中国有关系的 那么这最近呢 最大的新闻呢 还是由于这个疫情 在其他国家啊 那种急剧的蔓延扩散啊 昨天晚上就美国一越成为意大利之后第二大疫情国啊 他就达到四万多人 伴随着疫情 对这个民众造成的恐慌啊 这金融市场的表现 就是接二连三的熔断 美国熔断了四次了 那欧洲股市啊 港股 中国全世界的股市都是 雪流成河 哀哄遍野啊 一泻千里 愧不成军 尤其是美国呢 美国的股市很有意思 它是从一开始啊 就是美联储就是降息五十个基点 不零 我再降降到零 还垄断 那我再搞啊 每次呢 都是非常强有力的手段 但是都不太凑效啊 那么昨天直接 那昨天美联储放的最大的招就是 无限度的量化宽松啊 你跌吧 跌了我就买啊 我就买 没钱我就硬 就这么个姿态 昨天的股市表现呢 是开头啊 下午我们北京时间下午的时候 欧洲股市啊 因为这个好消息呢 都在普遍的上涨 但是后来呢 涨了一顿慢慢又跌回去了 美国股市是稍微的表示了一下啊 它回到了上周五的那个 它是低开 然后涨回到上周五的高点 然后又最后尾盘是以百分之五的跌幅 收盘的 但是呢 没有像前几天那种啊 直扑熔断 那种架势吧 啊 也就是说的 涨幅趋缓 节奏也稳住啊 感觉到啊 慢慢的 有那个趋稳的架势啊 我们想啊 暴雨无中些啊 任何事情都不可能 就按照那节奏一直发展的啊 脾气太来物极必反 我说美国股市跌到现在了 也差不多啊 他也在你说美国政府啊 操碎了心啊 浑身的招数全部使出来了 我们呢 不是说用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去看人家 因为美国目前在全世界经济中是占主导地位的 目前虽然美国他自己喊的美国优先啊 什么这种口号啊 这种逆全球化潮流的口 但事实上目前 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 有的地方几乎是不分你我啊 就是 比方说美国如果 他如果 分国 一个月 什么东西就不出口了啊 我们中国有些东西必须要从美国进口的啊 我们打贸易战的时候 我们知道啊 比方说我们经常吃的食用油大豆油 那个大豆你要不从美国进口 你的成本就非常高 而中国有很多工厂的产品是必须卖的美国的 中国是世界工厂啊 如果这些国家经济都不好了啊 工厂都倒闭了 没有订单了 你中国的日子也不好过 啊 我们在这里不是讲 哎呀 你即管他挺讨厌的啊 我们的外交部跟他美国这打嘴仗打得正憨着呢 啊 我们观战就行 但是你要每个老百姓关心自己的腰包的时候 你会发现啊 这对大家都不是个好事 另外呢 从这个美国这种史诗级的熔断 和这个 惊世骇俗的啊 识破惊天的这种旧式的动作 可以 重新的理解一下啊 为什么世界上有比特币这么个东西啊 我们在讲就是08年 也是一次金融危机啊 那次的金融危机呢 直接导火索 是一个叫房利米房贷米两家公司 做次贷叫次贷危机造成的 要次贷 现在我想大家也好理解了 因为我官网九个月 很多人欠着债 欠了债了呢 欠了信用卡 欠的银行贷款 欠的小贷 有的就用贷款来弥补贷款 这个恶果是非常恶的啊 尽量不要这样做 所谓的次贷就是说 你已经欠了一屁股债了 你贷不到款了 但是呢 他金融机构给你 想办法又给你贷上款 让你去买房子 等于说泡沫非常大 然后这个泡沫一桶破了 就一泄千里啊 千一发动全身 08年金融危机啊 对美国很多大的机构的破产 那机构破产呢 有很多人就会失业啊 08年之前也是啊 8年4年这么一个周期啊 这个经济周期啊 是马克思 在马克思理论里面讲过啊 我们在中国受教育的人 我想啊 中学啊 大学政治科都会跟你讲 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那活生生的经济危机就是这样了 一次比一次愈演愈烈 愈演愈烈呢 中本聪就发明一个比特币 那么现在就讲啊 那美国这些所有的放大招 变化快松也好 降息也好 实际上就是在啊 注水啊 放水 直接的结果 就是造成通货膨胀 而美国比较聪明 美国呢 我们知道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的啊 美元占据各国外汇储备的40%以上的份额 啊 我们经常讲的美元割酒菜 美联储说你跌吧 跌了我就买啊 没钱我就硬 那么 这个 如果是一个封闭的国家 直接造成通货膨胀 老百姓手里有钱 但是那个钱又不值钱啊 最极端的例子就像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你吃的饭 你扛着一包钱去吃饭 吃完了之后 可能那个饭钱就直接撤钱了 他的通货膨胀 是已经恶化到无法挽回了 所以委内瑞拉从今也发自己的石油币 曾经也用比特币啊 但都无济于事 那他不是个委内瑞拉 他抗通胀的 为什么他会把这个让全世界人民给他消化 啊 刚才我在吹之前发了一个聊天记录里边 就可以看到美元第一步是绑定黄金啊 让他成为美金 那很多国家就把黄金去换了美元 哎 他搞了30年突然宣布作费 我美元不绑定黄金了 就把你割了一刀 然后他又搞了个石油美元 啊 70年代的石油危机的时候 他跟沙特紧密合作啊 又把全世界割了一把 到现在还是这个情况 所以啊 才设计了比特币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针对着啊 试图用这种去中心化的分布式的 可追溯的区块链技术 创造出一种极其信任的去中心化的货币 而且这个货币不是建立在资产背书 而是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 共识机制之上的一种货币啊 来试图啊 挑战和颠覆 于华尔街美联储主导的 目前的世界金融体系 那么现在走到这 等于说啊 这次危机不光是对全世界的一个挑战 对美联储一个挑战 对比特币也是个挑战 比特币能不能从这次危机中 显示出显示出它的特别性 它比较特殊的币 特殊在哪呢 你不能跟美元欧元人民币一样啊 美元是量化宽松 越来越不值钱 但是它不值钱的 让全世界帮它消化 那其他国家 英镑啊 欧元呢 日元呢 人民币啊 用这些币的国家 那更谈 不要谈那些其他的小国啊 本来就比较弱的 它扛不住的啊 都会深受其害 这个问题是一个国家解决不了的 你说你美国别搞 不要量化宽松了 你不要搞通过膨胀 不要输出美元了 你乖乖的关起门来不行吗 不行了啊 这不可逆的这种东西啊 这全是这个难题 那么中本聪 发明比特币 想解决这个问题 到目前呢 只是解决了一个小部分啊 现在人们认可的比特币 它能实现跨境转账啊 低成本 相对比Swift的系统要快 结果被他用 他主要被用来洗黑钱 从事黑色的灰色的 也交易 还没有灯大雅之堂啊 而且他的避险功能 人家跟黄金一比啊 还没有比较出特殊优势 我们讲什么叫避险 就是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 比方这是股灾 什么都不值钱了 或者叫打仗了 人们自然会囤积黄金啊 因为黄金 它就世界性的流通 世界的公认 那现在创造出比特币 被称为数字黄金 他在人的手机上 或者电脑上 在网络上 他跟黄金是一样的 功能呢 有些人认可 有些人不认可 那么怎么让更多的人 接受他认可他 显示出他的特殊性 只有在这个 大家都跌的时候 他不跌 大家都长 他长得更多 这是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吗 那么在这个背景下啊 比特币是因为有这种担忧啊 现在成为一个现实 他发明这一个系统 然后他顺带的把区块链 这个概念啊 然后接着有了以太法 等等那些主流数字货币 那么作为传统的各国央行啊 当然这个数字货币 到这个Facebook提出发行天秤币啊 是一个转折点啊 各国央行 都纷纷推出要推自己的央行数字货币 就是因为你天秤币 他威胁到各国央行的货币发行权 他威胁的不是一 一加一国啊 如果Facebook 他利用27亿用户的庞大体量 Facebook天秤币 他是 一个技术比较好 二技术过关 三 他是绑定了一篮子货币 有资产背书的 因为传统的经济学认为 你没有资产背书 你就不能成为货币啊 他不认可比特币这种所谓的共识概念 但是都接受资产背书的概念 我在这个时候啊 把自己已经研究了很久很久的 央行数字货币啊 开始加快了节奏 加快了节奏 这个节奏呢 我们每个人都关心 那昨天我们看到啊 一个小新闻说支付宝的那个专利里面 有四个项目涉及到DCEP的啊 这个有必要跟大家摆车摆车啊 现在啊 按照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的相关的资料 已经了解到 央行的数字货币 它是在双层运营体制啊 双层运营体制 什么叫双层 就是发行是中心化的 由央行发行 第一层的是到商业银行啊 有的说是四家商业银行 有的说四家商业银行 再加微信支付宝 再加某机构啊 这个某机构呢 现在比较公认的说法 是应该是华为 第一步到这 然后剩下我们普通的公民 普通的群众 怎么获得央行数字货币 就是你跟银行呀 或者跟支付宝兑换啊 那么现在 因为呀 到现在为止 关于央行自己 央行数字货币的进度 我们没有办法获得 有效的信息 因为他没有说 而这次从支付宝 他这个透露出来的说明啊 至少支付宝 他做好了准备工作了 对吧 你从那个工农中间 四大商业银行呢 也没有动静 有的时候高层接受培训了 有的部分地区的 人知道 感觉啊 步度很缓慢 但支付宝至少已经做到 对不他可以 他的系统已经可以 其约呢 也可以兑换啊 央行的数字货币了 这里还要跟大家 哎呀 这个 讲很多遍 但是每次觉得还要讲 支付宝 微信跟DC普 跟plushoken 之间的关系啊 我们把支付宝和微信 这种APP叫做什么 叫做第三方支付 为什么第三方呢 他不是银行那一方啊 但是他走的是银行的账户 支付宝和微信里面支付的是 电子形式的存在于你本身的 银行账户上的人民币啊 他在不同的账户之间啊 记账银行就搞记账的 但中间啊 插进来一个支付宝或者微信 而央行数字货币呢 他是点对点的 我们看到他适用于小场景 像零售啊这些 你可以选择匿名支付 双零线支付 但是最大的特点是点对点 什么叫点对点 就是不经过银行的记账系统啊 这个是我们跟支付宝和微信 最大的区别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 你在群里发个红包 我我捡到了 这个钱不是直接从你的微信 到我的微信的 中间有银行记账的 而一旦 他采用央行数字货币的形式 那就是点对点的啊 银行那边没有数据的 但是央行有 我这条新闻可以 基本上得出个结论啊 就支付宝这个层面 他的技术准备工作也完成了啊 再说一下 央行 他在解释 为什么要推出央行数字货币的时候 列举了五六条理由啊 最核心的理由是人民币数字化 人民币的国际化 不是人民币数字化 在人民币走向国际化 这方面呢 你不管是商业银行也好 是微信支付宝也好 他的优势不明显 他跟plus token 这种区块链支付平台相比 他没有任何优势啊 甚至有劣势 因为你走银行转账系统 就是在现有的 这个国际金融体系之下 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是什么 你跨境转账 要走swift啊 还有一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他相当于这种跨国的一个监管机构 那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货币政策和外汇管制政策啊 尽管中国现在已经跟世界上好像是38个国家达成了货币互换协议 这也是努力了好多年才达到的结果 没有这个互换协议 你跟他之前发生什么贸易 你跟德国 你跟法国进口个战斗机 跟德国进口个机床 转头 都得经过美元来买卖 一旦采用啊 点对点的支付系统 那就没他们的事了啊 没有swift的事了 也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什么事了 而且这个呢 确实 有点啊 一个是去国家战略 以二一个我们讲叫润物细无声的方式 不适合大张旗鼓去吹牛逼 所以有些地方确实是让大家感到 为什么一个大国干这么大事 搞得遮遮掩掩的 这是一个战略需要 就顺带说的另外一个 跟我们有些 我们会员 不 我们别的用户啊 建群分享他的观点啊 他认为这个 我就说的ICC吧 ICC是在19年 9月份啊 9月份官网到现在 他们曾经是要3月15号开 但是那一天呢 发了一个公告 说因为疫情的影响 黑天鹅事件 他准备9月15号开 那么今天呢 半夜他自己来澄清啊 他为了安抚他的用户呢 又有公告 他说呢是 请大家放心啊 这不是在 故意的拖延 他公布了几个地址 公布了几个地址 他说他有13万枚比特币啊 也就是跟我们讲的必在 大家放心的意思 但是呢 他这个地址呢 被我们 瑞智的姚博士 一个一个的查了一遍啊 姚博士早上发那个聊天记录 建议大家都打开看一下 那个视频 我是能打开的 不知道有些人为什么反应打不开 啊 下面还有一个表格 啊 那地址都有啊 那地址里面挺有意思的 他公布了十几个地址 说有三个都是plus token的地址 而他 这三个地址上的比特币 加起来就将近十万枚了 而他的十几个地址 加起来总和才十一点几万枚 最大的加起来有十万枚的 居然plus token的 还有三个 他自己地址说八月二十四号 开始冻结状态 这些人可以去继续跑根 问底啊 或者继续查询去琢磨去分析啊 我只是提醒大家一个事 我们在八月二十一号的时候啊 一九年八月二十一号的时候 有不下一个用户跟火币客服啊 有过沟通 那火币当时客服泄露出来一个信息 就是说plus token的账户曾经被冻结 曾经被冻结过 因为那是公安的需要啊 也就是说那时候呢 公安办案子肯定是冻结了火币中的一些plus token的账户 但是在这个聊天的时候说已经解冻了 而且这个聊天最后就说 作为普通用户 你这个币如果来自plus token 火币是不会给你冻结的 我不做过多的隐身啊 就给你陈述一个事实 而且我们plus token的币大规模的动 是从八月中旬啊 十几号开始的 也从六二八到八月十几号这段时间 我们的币是处于沉睡状态 而开始动的时候 开始动的时候 刚开始的大的动作都是换地址 换地址 我们说六二八之后 有几个地址啊 那些地址 一个比特币的三万九千七百二十二枚的 那个后来换过几次地址 而那个以太坊的呢 很长时间没有换 到了十二月份才换的啊 那个七十八点九三五四万枚 那个比特 那个以太坊的地址 比特币从八月十二三号开始 从三字头地址换到一字头 然后进一步换成那种叫隔离见证账户啊 然后才开始混币的 那有的人说你看人家ICC怎么地 人家有公告啊 你再来公告都没有呢 这个咱们只能说没有就没有呗 他有又能怎么地呢 他有呢 也说明不了啥啊 说的三万十五号卡也没开 拖到九月十五号呢 他觉得他用户可能要等不及了 他今天用了个婉转的说法 他说九月十五号也说自己估计出来的 那估计出来的因为为什么三月十五号开不了 因为他两个他因为他的啊 项目方啊 技术方在美国啊 有两个员工呢 已经确诊那个新冠肺炎了 所以没法工作了 然后现在的股贷呢 那币都跌得不值钱了 那意思就是他没币可提呗 今天老伯斯一查确实 他说的十三万枚居然有十万枚是属于普拉斯多肯的 啊剩下那些自己的那几个账户 有三个是冻结的 那能提的好像不到一千米比特币啊 那就搞笑了 那有的传说啊 他官网跟普拉斯多肯的原因是一样的 开网的理由也是一样的 这我们说这也仅仅是传说而已 他跟普拉斯多肯是没法相比的啊 不管他币在不在够不够啊 就他自己的生他设计的那个生态商业模式啊 就千人的欠缺啊 千人的欠缺 他是搬砖 就是存币得币啊 搬币赚币啊 没有平台币这种机制呢 导致他长期没有发展起来 而且在熊市里面 你搬的币再多也不值钱 这样会很快的让自己玩不起来 就说让自己资金链断裂吧 因为你一般搬出这么多币 那用户要提币的时候 你怎么整啊 一个比特币变成两个了 但那个一个比特币当时值一万美金呢 现在两个加起来才九千美金 你的亏空怎么弥补啊 你就把这个ICC就搬垮掉了 这可能也是他真正的官网的原因之一吧 但是plushoken官网不存在资金链断裂啊 这种可这种问题啊 不存在 因为这是我们一直在查嘛啊 也不存在开网提币不够提的问题啊 这个大家尽可能放心 就我看很早的时候 今天早晨半夜啊 有些群里面又传出来那个啊 用户啊 一位女士打电话到YC YC警方那边啊 这种录音可以称为是月经录音 几乎每个月就一份 还是那个人 问的是那个人 答的是那个人啊 问的一样的问题 得到一样的答案啊 这个呢 我不建议在群里面转发啊 没什么意义啊 问的人没有水平 答的人 人家只能那么答 那我们主题啊 中国人本来很聪明啊 就是什么时候显示你聪明了 就是在这种大的复杂的形势面 却能把自己的问题处理好啊 我们从国家层面 你看各国都在放水量化宽松 这个只能解一时止渴啊 这是隐患非常巨大的 更何况美国连出大招啊 都挽回不了资本市场的颓势 其他国家也一样 但是他们腰杆粗啊 我看有些国家 各尊各尊的招 英国人啊 德国什么的 他们又像中国人 强制性的分村啊 分城啊 他采取什么办法 给你发钱啊 你别开店啊 你回家休息 我政府给你发钱 一种方式 美国是补助啊 一个公民三千美金 大人一千 小人五百啊 小孩五百啊 一个家庭三千美金 这也不错啊 有钱发得起 但是这种 他属于印钞方式的发钱啊 一个是在股市撒钱 给老百姓发钱 最后恶果 显而见啊 将来你钱是发了 但是钱不值钱了 就叫通货膨胀啊 恶行通货膨胀 我也有这种隐患的啊 但中国解决的方案是不一样 中国提出的是五十万亿的这个计划啊 主要是个新基建计划 其中也包括货币的计划啊 细则没有出台 我们不去过多讨论 通过这次疫情这种突发事件啊 暴露了 再一次暴露了现行的 以美联储美元为首 为核心的金融体制的一个极大的弊端啊 那么 比特币是否能经受这次考验 能够把这次全世界人民的危机化为自己的机会啊 展现出自己的特殊性啊 这是一个问题 中国是否在这次复杂的国际挑战啊 这是也是一次大考 疫情考验了中国人啊 我们可以说交了个非常漂亮的答卷 但是由于疫情造成的 哎呀 专家现在的不叫进入危机 不叫经济危机 你说不叫就不叫吧 但是 有很多 我们可以想到的啊 和一些想不到的问题 已经摆在跟前了啊 昨天 有朋友私下的发那时候有悲观的论教 你说是 很多 人要吃饭呀 你已经 一个多月 封闭在家里 现在复工啊 你复工了 有没有订单 等等 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啊 这问题都存在的 我相信啊 中国人本来很聪明啊 一定会在 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展示自己的聪明材质 一定会把握好这样的机会啊 创造奇迹 其中的一个工具 就是央行数字货币的推出 我满怀信心的期待吧 同志们 我这里还想也 顺带的 发一下 免责声明啊 以上 仅属于个人观点啊 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 最后祝大家心情愉快啊 谢谢 谢谢